续航2000公里还永不自然 中国造固态电池正式亮相 彻底终结理电池时代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固态电池 可以说是近年来的明星产品了 但很多人都是只单纹其声 不见其影 毕竟说了这么多年的固态电池 如今依旧只是停留在研发阶段 至于量产商用 似乎是遥遥无期 然而今天要告诉你的是 中国的固态电池已经正式亮相 距离量产已经不是梦 今后咱们的新能源汽车 轻轻松松就能跑2000公里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今后真的要迎来固态电池时代了吗 近期 泰兰新能源就在北京顺意 成立了一个研究院 在此期间 该公司也公布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固态离子电池 他们设计研发的第一款车轨级固态电池 单体容量就达到了120安时 但重量却只有普通车轨级电池的三分之一 最关键的是 其能量密度达到了惊人的720瓦时每千克 比一般的锂离子电池还要高四倍 靠着这逆天的能量密度 这款车轨级固态电池 也让汽车实现了2000公里的超长续航 此项研究成果已经公布 立马引来了无数人的投资和热议 其中最大的一项议题就是 这款车轨级固态电池能实现量产吗 当然了 关于全固态能不能量产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但这家公司在固态电池领域的卓越进展 倒是给人带来一种能实现量产的感觉 从有关资料来看 泰兰新能源是2018年成立的一家固态电池公司 该公司董事长调育员就曾表示 公司十年磨一剑 只为专攻这类电池 相伴固态电池这类产品 泰兰新能源就发展得如火如荼 2022年 泰兰新能源的10千兆瓦时 半部态电池产业园 就兼约到了安徽淮南 同年 在重庆生产制造基地 泰兰新能源的首条0.2D千兆瓦时产线 也正是量产 而2024年4月7日 泰兰新能源更是对外宣布 他们研发出了车轨级超高能量密度全固态里电池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块 可见 在固态电池领域 泰兰新能源的进步确实是一日千里 既然全固态电池已经做出来了 那走向量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然了 纵观全球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研究固态电池了 1992年 美国的像树领国家实验室 成功研制出了无机固态薄膜电解质 除此之外 它还表现出优异的循环性能 循环了整整一万次 才最终失效 由于固态薄膜电解质的性能如此优越 因此它深受美国投资者的青睐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 美国科研人员不断研发新的固态电池 只可惜 由于成本问题无法解决 因此他们没办法将固态电池实现量产 如今美国在固态电池领域 依旧是处于试验阶段 至于什么时候能真正商业化 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日本当年也在固态电池领域 投入了重大资源 那时候日本曾投入3.4万亿日元 约合2000亿人民币 对固态电池一把唆哈 期间 丰田 松下 日产等企业 纷纷接力 扬扬把固态电池发展成自身的支柱产业 在过去五年时间里 日经网的网站更是连发70篇文献 记录了日本固态电池技术的突破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日本在固态电池领域 确实也是走到了世界前列 比如丰田 就掌握480项固态电池的专利技术 在全球占比达到了13% 还有日产 也预计推出全固态电池车 按照日产的规划 它们将在2025年进行式生产 如果市场反馈良好 在2028年它们将实现量产 此外 还有日本的半导体企业 它们也设计出了嵌入式固态电池 该电池主打加平板 主要用余物联网 智能家具等方面 目前这种嵌入式固态电池 也在实生产当中 如果市场收益良好 也打算对其进行量产 可以看出 日本在固态电池领域的投入和成果 确实不容小觑 说不定真有一日 它们会将固态电池 源源不断地流水线上生产出来 至于中国的话 在固态电池领域的发展 也毫不逊色 早在2022年 中国就有大量资本入住固态电池领域 比如高能时代 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就拿到了5000万的天使投资 除了高能时代以外 还有宁德时代 蔚蓝新能源 福能科技 灰能科技 赶封里业 以及前面提到的碳蓝新能源 都深受中国投资市场的青睐 在这众多资本的加持之下 中国的固态电池发展 也就突飞猛进了 现如今 向回能科技 已经搭建起了40兆瓦小时的半固态电池产线 还有蔚蓝新能源 也搭建了200兆瓦小时的半固态产线 专用于无人机生产 除此之外 还有广汽 唐安 吉利 奇瑞等车企 也在布局固态电池 争取有朝一日 能将该类电池用于自家的汽车 把车子赋能到2000公里的里程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在车企里面 蔚蓝的固态电池技术 就发展得比较快 早在2021年1月份 蔚蓝就发布了一块半固态电池 这种固业混装的电池 计划安装在ET7上 以实现1000公里的续航 此成果已经发布 立马让蔚蓝的市值 飙升到了全球新能源车企前三 仅次于特斯拉和丰田 可以看出 全球市场对固态电池的期待 确实是挺高的 如今蔚蓝已经推出了 能量密度360瓦时每千克的 半部态电池 预计在2025年的时候 将量产这类电池 总之 中国各大企业在固态电池的 投入和成果上 也是一起绝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和美日两国的角逐 也将更显激烈了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了 固态电池的优势究竟有哪些 为啥中美日都想把这项技术给开发出来 其实固态电池的优势多了去了 首先 它的能量密度特别高 虽然前面已经提到过 但这里咱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像一般的锂离子电池 能量密度也就120瓦时每千克 但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可以达到400到500千克 如今光是半固态电池 能量密度就达到了360瓦时每千克 全固态电池更是达到了720瓦时每千克 可见 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 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有多么逆天 按照现有逻辑 如果继续开发的话 今后的超强性能固态电池 能量密度有望达到1200瓦时每千克 这几乎是普通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的十倍了 像这样的电池 如果搭载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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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得需要有更多的高端技术突破 至于这些技术什么时候会突破 就有待伤阅了 而固态电池的第二个优势 就是安全性高 不会自然 就拿理直精来说 像一般的锂离子电池 因为电解液的存在 导致里面的锂质精恒生 一旦锂质精刺破隔膜 导致正负极交融 那整块电池也就短路了 稍有不慎 就可能引发爆炸或自燃 但固态电池却不会这样 因为固态电池里根本就没有电解液 既然没有电解液 锂质精也就不会产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何来短路可言 此外 像固态电池的材料 一般都是由高端聚合物打造而言 这些高端聚合物耐高温耐腐蚀 就算你把它扔到火堆里 也很难爆炸 由于固体电解值的机械强度比较高 热稳定性和电化学稳定性 也比电解液要好 因此它能承受挤压和碰撞等极端情况 当这些把分分叠加起来的时候 固态电池的安全性 就远远超过普通锂离子电池一大截了 至于固态电池的第三个优点 则是可以实现快速充放电 像一般的新能源汽车 要想充满电 怎么也得二小时左右 即便是它斯拉快充 也得半小时才能把电给充满 但固态电池不一样 采用了石墨烯技术的固态电池 可以在十分钟以内 就将汽车的电给充满 如果是三套电池组一起分流充电 只需三分钟即可把电给充满 主打的就是一个性结 可见固态电池的充放电实力还是挺猛的 一旦将这类电池给普及开来 今后咱们电池路上充电难的问题 就能迎刃而解了 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 只要解决成本问题 那这些固态电池在技术上 就能实现量产 当固态电池纷纷从生产线上下来以后 将来他们的市场 那将是一片蓝海 广阔至极 像新能源汽车 无人机 手机电脑等 实现超常续航不是梦 平时一部手机充满电 玩半天就没电了 现在充满电直接玩两天两夜 电量根本用不完 至于汽车的话 就更别说了 充满一次电 从上海出发 沿着318国道一路开到西藏都不是问题 主打的就是一个韧性 总之 固态电池的市场 未来可期 当大量企业纷纷在固态电池上 做出突破的时候 新一轮的固态电池时代也就来临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